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步骑士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94集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最新一波的玩具 挑了这款The Last Class的废沟 因为我今天发了一张最近玩具到货的情报 那看了一下大家好像对这个玩具的期待度比较高 希望我先做这款没有问题 我本身也是对这款比较期待的 那它应该是传承系列的一个原创人物 也就是说先前的话应该是没有出现在其他的作品里头 那它的配色很明显是跟垃圾星人们是一样的 那这个是86版的垃圾星人 两者比例无法做一个搭配 这个是Voyage Class 这个是Deluxe Class 变成摩托车 变成一台卡车头 那两者的话就只是配色上一样 设定都是同族人这样知道就行了 那这个玩具的造型卖向非常的好 甚至颇有真正电影系列的感觉 非常的OK 特别是这个头雕啊 可以看到是一个独眼的老头吧 也或者是说猛男吧 它的这个眼罩啊 是上面还有几个小螺丝钉的一个刻画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类似于胡须的造型 那没有分色 整个都是铁灰的塑胶零件啊 有点像撞针的头对不对 像是一个罗马的战士的头盔 它有一个可以拆解的功能 这个啊 就是先前啊 这个围城时代都有这种可以分解的机器人 然后可以拆到其他角色的身上 并能装备的 那它呢 是同时兼具的 可以拆解 又可以自我变形的一个功能 那我自己的话呢 对于这个拆解之后的组合 我就不特别做演示了 各位过去看我的节目也知道 我对这种的一个玩法兴趣不是很大啊 那它背包的话里头是整个是空的啊 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看久了之后 发现其实它还在大部分的角度上 都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手上这一款有一点小中角 我不知道大家的状况会不会跟我一样啊 在这个地方 这个外摆练兽的这个关节 这一侧比较OK啊 我这样子转动它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转这里的时候呢 我如果不把这个湿力往内压去做转动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一定会分开 我举个一枣 我这样子一转 这里有细油对不对 应该是已经被我的细油给软化掉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原本呢我初拿到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上下两个咬 咬合的力度呢 是不足以去转动它这个关节的 它这个关节的话呢 转动起来太太太紧了 会导致我的手臂会脱落 再来的话是这个 因为它是可以拔掉 在变形的过程中 偶尔会有一个掉落的情况 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 它突然变好了 还有有点不知所措呢 它的配件比较多 首先是一个钩子啊 这个钩子顺便来提一下 我初拿出来的时候呢 解开这个封套的时候呢 这两个小零件掉到垃圾桶里去 然后我一时之间 我以为我买到缺减啊 幸好并不是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凸的位置在偏某一侧 这是配合在组合成车辆的时候呢 它是这个设计是有意义的 那这个钩子是软的啊 那它可以握持在手上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挂在身上的任何 你想要放的地方都是可以的 那枪的话呢 有一对 这个小枪 然后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刺刺的轮子 这个刺刺的轮子呢 在设定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轮子变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后方小空洞 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脚底板 那这个脚底板的话 你可以前后做一点你喜欢的一个调整啊 没有问题 但是你放的太前面 应该是感觉很奇怪吧 所以我就习惯把它往后面推一些 那变成说脚底板就很大 站的是很稳的 但是确实是感觉好像变得有点难看 也有一点点的接地啊这个地方 但它这个接地的话呢 这个往这边缩有 往侧边去也是有 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可动 那它的一个腰部啊旋转啊 这个抬腿啊什么的都是非常OK的 那我们就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 那在变形的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手臂掉落的一个状况 各位就先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些配件都可以拿下来 这些都是拿下来的 好 那我们变形的时候 我先把腿给变完 腿的变形比较简单这个地方顺势推下来 往内推到底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一个松动关节 这种变形是很舒服的 官方的玩具有这种玩法 好 然后两个中间把它做一个组合 中间有一个组合的卡扣啊 各位应该能够看得到 好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组合 我扣扣不上去呢 对不对 好扣上去了 好 那我们先把它做个腰部的一个旋转180度 到这边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个背包 这里可以先解开 然后胸口这一带啊 解开这个地方 把它给 解开来 这里也是一样 把它解开 推到这边 首先转到外侧去 没关系 然后呢 整个胸口把它翻下来 翻下来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把这个头部给翻到另外一侧去 好 到这里啊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 这个部件 转上来 手的话呢 先推到外侧去好了 因为我一直希望说变形的时候 不要让它手给掉下来啊 好 到这里 那么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里啊 后面这里的话呢 是先把这个部件整个的给转到正上方来 好 推到这里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这个手啊 我们要转一个角度 转到侧边 这里来 好 然后这里呢 就可以转下来 这个才能够转下来 那你记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拳头再转一个角度这样过来 好 待会看你就懂了啊 这个凸 进这个洞 这样子 扣进去 到这边 看到吗 在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那如果你的拳头呢 不是转成这个角度的话呢 因为拳头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高低差 才可以容纳这个地方这个咖啡色部件 所以你的拳头的话呢 是必须转到这个固定的角度 到这里来 好 呃 这样子 如果你从上方看就是 手臂的这个洞 跟拳头的虎口这个洞都要朝 人物的正常方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 那么这一次的变形也是一样的 把这里整个给转上来 然后拳头的话呢 把手臂的话转一个90度 那这里 一样转到这边 然后把这个橘色的凸 转到这里 这个洞 好 把它给扣下来 到这边 把它给扣上去 这一次你看 这个就是我说的啊 这个 它没有转到一个定位 这里太紧了 它没有办法带动到 它就它就分开了啊 好 这里 两侧 把它给做一个组合 扣上去 各位知道一下 然后呢 整个这个部件嘛 整个的 把它给往下放下来 到这边 那它的这个 这个凸啊 要扣进 这里有个洞啊 这个颜色已经让我不知道 用什么什么种族来代替它们了 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 这里有一个灰色的 跟橘色的一个凸凹的结合在这边 那这里的话就稍微调整一下 这里 大腿的那个部件把它扣上 好的 那它的变形整体来说 其实是有趣的 但是我这一款就是有一侧的手臂 它的一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必须再把它给转多一点 不然我怕它到时候会变形 我再扭一下好了 好 到这边 给各位顺便提一下好了 你在变形的时候呢 这个部件 能横向的尽量横向 如果你稍微有一个斜一个角度的话呢 胳膊的这个 这个C型的部位 这个C型的部位就很容易被撑开 你看这边明显是撑开比较多的 好 那最后就是把它的一些配件给组合上去 首先两把枪拖到这里 另外一把在这边 它的武器的话呢 绝对是外挂武器来说 这绝对是有加分的 轮子放在后面 然后这个排气管 在侧边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没有去 特别去看 说明书它是怎么安排 我觉得这应该是相对比较合理 那最后就这个挂钩 对不对 刚刚有提到它是有一侧 外侧 所以你要扣在这一边 如果你扣这边的话就扣不到 你只能扣这里 这样 把它给勾上去 那它是可以有一个脱掉 脱掉后面的交通工具的感觉 那这个是可以转动的 如果你可以把它拔下来 进行一个转动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特别拔了 拔一下 转一下好了 转一下好了 它是转胶部件这个 好 把它给拖上去 到这边 它后面可以勾一辆 准备报废的车子 因为它是垃圾行人 对不对 那滚动性的话呢 以我这一款的话呢 不算很好 它本身的滚动性就没有很好 比较可惜 前轮还好 后轮这个滚动性其实很卡 不知道卡到什么东西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给各位看一下底部好了 就这两片部件 其实我变成说 它并不需要把它完全 密合到这个上面 不需要 从外观上面来看 可以就OK了 那底部的话呢 收的也是很漂亮 这个车型它可以说是 非常的完美 以近几年官方的玩具来说 载具的形态 能够做到这么高完成度的 其实也不多 而且它的这个地方 这种 这种什么颜色 这个都涂装上去的 所以看上去真实感比较强 然后前方这种 muscle car的 类似muscle car 没错吧 这种外露的引擎 所以看上去就很有力量感 还有这个尖刺 有这种疯狂麦斯的那种 车辆里头 疯狂麦克斯的那种 车辆的感觉 似乎是可以在 在这个搏斗中的活下来 可以末日的时候 可以压碎很多僵尸啊 zombie的那种车辆 这个载具是真的是 非常的棒 看上去就是一整个威武 拳头扣的落在这儿 但是我觉得问题也不大了 在绝大多数的角度来看 它都是很漂亮的 然后上面的这个 挡泥板吧 上面还有这个尖刺 一整个非常具有侵略性的 这个感觉 后方的这个轮子 各方面来看 都是一款非常棒的载具 变形也是有趣 就是这个手的话呢 由于它设计是可以拔杀 所以容易掉 这是一个小印象 那其他各方面来说 我觉得这款做非常的优秀啊 那因为网友们留言 似乎想把它排在第一顺位 所以我就先把它给录完了 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